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给农民健康的巴勒 一直是谢武淳最快乐的事 原本是科技业主管的谢武淳 退休后就毅然投入农业科技的种植 因为我本身是从还没有退休之前 已经斜钢到农业这个区块 因为那个时候是兴趣 所以只能够星期六日 然后过来这个小的区块来去做一些 就是做农的一些兴趣的动作 也吃一些没有农药的素材 结合不同工程背景的农友一起合作 各自发挥索长 投入病虫害AI分析系统 而AI分析系统可以分析出病虫害数量 以及温度 湿度的变化 所以像我们的丁肥用备来施进去 失效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的虫害怎么越来越多 像我们副哥说 对啊 好 我一些柄柄的油都去吃掉了 所以像现在的这样的系统 由台大它所研发出来 寄转出来的 对农民来讲还是很重要 那更好的是像这样系统 我们国家都有补助 这样的系统都是 但是还是大虎山啊 他们把我们牵进来说 来来来来 过来用 哇 真的是很好用 而且用了一年又不用钱 超棒的说 对我们帮忙很大 基本上北大虎基金会 对我们的协助非常的大 它不只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信息会跟我们有一些互动 所以说我们在进种的应用 应用上会比较灵活 比较精准 有时候就是说这个季节上可能需要什么样特性的一个进种 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做一些微调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说 枕枝休解的部分 你一些专业基本上如果你够的话 你这个应做它整年度就会非常的顺利 担任了两任的屏东县长 曹启宏退任后 仍旧马不停蹄地帮忙农民 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甚至花钱学习了解微生物菌 我卸下来之后我就有一个机研 去食品研究所那里面当学生 缴费喔 连同我们的幕僚一个人交一万五千块 去住了两个晚上 三天很严格的培训 让我了解到微生物的的确切是有它的威力 叫我自己炮 自己研发 自己制作 我制作两次失败 那后来第三次成功了 原来这么简单 所以我就建议料不料不 我们可不可以出来推广 让農民不要用那么多 让大家都破片用 这个想法与举动 就是希望让农民学习简单的制作概念 往后要使用可以自己制作 就在鱼悦署与农粮署的支持下 食品工业研究所的廖力林博士 展开了推广活动 光合去五年 但是我只是喷地面上 地面上 我觉得它喷素上的效果可能我看不到 但是喷地面上如果有机质够的话 它的分解能力非常的好 但是你就是你要补充有机质 当然你地上 因为我们这边的石头比较多啦 地比较平静一点 所以我补的有机质可能比较多一点点 让光合郡去生存去分解 那个树的树是长得很好 很明显可以看得到 尤其第三年的时候 其实我养虾已经算起来好几十年了啦 我家里从民国75年就开始养了 但是因为我在当警察 是我真正投入是我退休以后105年 然后在106年我参加这个社区的关怀据点志工 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去上我们道山基金会的光合郡的这个课程 那后来我就 我的虾齿就一直使用这个光合郡 一直到现在 光合郡从农民实际的使用与分享后 逐渐影响更多想了解的农民加入 而大午山基金会董事长曹启宏 几乎参与每一次课程的开课分享与鼓励 我们就高兴你看平都有光合郡的协会 高雄也在组 台南也组 嘉义也组 各个县市彰化也在组 云里也在组 也就是说大家愿意分享 那这个就是达到我们提升嘛 更不容易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碰到有一些高手 像台南的黄正德 一年他的土壤就会拿到改良场去验土 这个季节他种完之后 他的土壤里面的肥份切了什么 他要种红农果的时候还需要什么 他种别的作物的时候还需要什么样的肥份 改良场非常有耐心 而且是免费给他建议报告 哎呀这个太棒了 董事长曹启宏跟执行长黄丽霞 走访产地 了解农民使用的实际情况 更能从中协助农民的问题与需求 甚至适时给予协助 董事长就是曹启宏立法委员老师 他进了县政府之后 我们从民间基金会继续去进行各种的 民间NGO的工作发展 然后从县政府这边 当然我们就会开始去关注非常多的 这种县政跟农业 还有一些在地的一些水资源观光 等事情的发展 那比较深刻的去花更多力气在 整个有关于那个有机或有善农业这一块 还有就是绿能阶能这一块 其实就是从农委会卸下之后 那因为在农方的这农委会这段期间 其实跟非常多的农政单位跟农民的接触 恢复台湾农地的地利以外 希望农民在收益上可以大大改善 也发现台湾本土菌种的优势 最近些年跟很多屏东在地的 不同角落的农民接触 他们去不断地继续去筛选新的 就是在土地里头本来就存在的这些菌种 去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石工所的一支光额菌 里头大概四百多支菌株 然后在渔业也有一百多株 所以这样的一个复合性的菌株 我们发现它对于农民在耕作的时候的帮助 可以去面对更多的这种不同的环境条件 或是地利条件 而去做一些好的加成效果 为了让农业永续发展 甚至做到减碳的农业 维生物菌的运用 从各种蔬菜水果的农民 甚至到畜牧跟养殖业 都已证实成效非常好 最近碰到很多农民告诉我说 我们现在农民的身份地位提高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原来我们的农业土壤 可以把二氧化碳储藏在里面 有基质就是二氧化碳 如果我们耕作是没有排碳的话 土壤是吸收CO2最大的载体 所以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世界的专家 都专注在土壤的存碳 以维生物菌 解决农民大量用农药跟化学肥料 不只是解决温饱问题而已 而是对地球减碳 对气候变迁有极大的影响力 我曾经当任两任的坪农县县长 我们的民众就报应说 我那儿子在那儿子 你都管政府来不来给他犯了 管政府的环保教如果他犯了 他们就要他犯了 政府也不想给我们改进改宣 只能给我们犯了 好 我的确当在一个大家长的立场 我觉得我们政府有责任 所以我才在评论推动早气发电 光药进去除异味 那才相当大量 所以我们还是朝向 有点集中心来出力 因为大家小规模仰出 集中心来早气发电 政府也有这样阶级的在支持 我们县政府 现在县政府 周县长也是很努力 屏东县前县长曹启宏 不予一力地推动各项农业发展 这几年努力走访民间农地 看到很多农民可以减少很多成本 制作微生物菌 而且农作物有丰硕的收成 更不容易的是黄正德可以 每一颗红农果长几颗 这一颗多大重量 甜度多少度都可以掌控 什么季节不要他开花 大家都开花的时候 他不让他开花 什么是季节大家没有开花的时候 我要让他开花 这个就是一种智慧型农业的调节 智慧农业可以控制 我们都是小龙 我们很高兴看到像黄正德这样的一个高手出现 也希望在我们也碰到好几个种木瓜的 他还种得很好 种很多类品相的 他还种得很好都很高兴 我们就希望农民要赚钱 所以这个时代的农业不光是流汗 已经是要用头脑了 我们很高兴我们农民知识水平很高 有一些农民结合大午山文教基金会 力推的成大维生物藻菌研究中心研发 并且教农民养不同菌种 怎么去扩培 预防变虫害 增加植物的生长 以前牵的草莎 用的量都很多 现在我经过我们平和大的高手 给我们资料之后 光河菌还加这个油漆的草莎 像我这棵牺的高尽 我这棵四月二几半的材料高尽 后来要太熟了 我才用九十包的草莎 一包百三 九十包大概一万块 比过去生大概要整盘 因为酪梨我们不用吹花 就是它本来就是 十二月到三月四开花期 然后就光河菌这样子用 后来我觉得 因为我以前用很多的 其他的维生物 但是讲真的很贵 一公斤有时候六七百块 我们有时一泡就是 一公斤两公斤 我们要撒要干嘛 但是讲真的那么贵 农民不是那么的口袋那么深 我会觉得说我会说 说一点我会说一点 那么贵一次花那么多钱 我自己在考虑说要不要继续用 要不要继续用 后来我就碰到城大团队 这个维生物 哇太便宜了 不用打气 然后又菌母又免费提供 然后教我们一些技术 我就很大量的用 等于很大量的用 我一桶二十公升才几十块钱嘛 对于追求捡农药 或无农药的农民来说 这无非是他们的一大福音 不只解决了病虫害的问题 也免于第一线的农民 遭受农药危害 并且让生态环境变好 盾戒咳虫跟春象跟黄毒蛾 这三种是最多的 我今年盾戒咳虫找不到叶片象 找不到一片有虫害 那黄毒蛾有很少 我觉得今年的效果 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我用的频率非常的高 因为我就把这个环境 先营造出来 说不定我明年用的频率 就不用这么的高 也不用这么的累了 因为我一直在流草 相信我现在我的地底下 也很多维生物还在生存 对 还在生存 所以变成说 这个维生物第一个 简单方便又很省钱 我的成本真的降低太多 太多了 我们当初跟石工所 引他们的光合菌 从实验室走到农民 走到民间 这一个起步其实对料博 或者是他的团队来讲 是有一点心理障碍的 这心理障碍就是说 他们过去都是学术的专业者 他在塞菌总是非常严谨 非常专业 然后当他要跨到田间的时候 其实虽然已经有一些农友的测试 知道说他是不错的 但是对他们来讲还是心来 就是因为这个让人家万一用了没效 或是效果不好的时候 亏小钱 但是会造成那个农作的收成是会被减少的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慎重 而且稳定的要踏出这一步 食品工业研究所的料理林博士 从实验室走出 下乡民间再到农田 实际参与农民适用后的成果 不仅现场交流解决问题 每天几乎守着LINE群组 专心为农民回答问题 我觉得农民不是不愿意去分享 或是去把自己的方法告诉别人 有时候是怕自己这样的方式 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用 所以我们这样的社群成立之后 相同的一件事情 在这社群里头有人抛问之后 就会有非常多的农友 就会开始叮叮咚咚咚 就把他们想法意见汇集进来 可是每个人的想法跟意见 其实在这群组里头 还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会有不同想法跟不同方式 所以这个也就是过去我们在看说 大家在讲说有祕訪不得咚咚 其实大家心情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方法不一定适合每个人 最好的就是这段时间来 我们荷野在吃 比较顺 当然修行后会更好 像柯刚讲的 营造那个友善的养殖环境 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说贪贝 这个东西不是万人丹 还是加上其他的管理的那种技巧 但是起码这些使用是有好没坏 它只有 我是觉得只有益处没有坏处 你整个我们把这个养殖的环境营造了以后 荷野养的瓦养的大只 尤其现在家庭又好 我们的消费者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就是在营造那个无独的环境 我们尽量不要用荷野嘛 不管是农业还是渔业 甚至到畜牧业 维生物菌以遍及各个角落 只要农民或渔民愿意接受新观念 改变现有的用药模式 对推广者来说 都是深耕台湾农鱼畜牧业 往更好的方向前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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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